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偶然 那时小姐让他们加入了我们的护卫小队 这样就能混淆视听 安全离开离岛 我们之间很有缘分呢 没想到你们也互相认识 哦 这倒不是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只是正好都来这里订衣服 随便闲聊两句 结果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二少爷和钟千里小姐的个人关系 说这个没事吧 应该不用担心 这两位很早就知道了 想起来了 就是那两个人之前还让我们送信 不过 他们本来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吧 难道 难道关系更进一步了 我们两个都在猜 他们最近就要正式宣布成婚了 哇 真好啊 嘿嘿 两个人终于要在一起了 目前还只是猜想了 没公布之前 我们也不敢直接去问 我接到命令 来这边定制参加宴会的衣服 没想到 依萍和我接到的命令完全相同 两边都选在同一时间筹备宴会 还购置了很多大好节日才选用的九水雨糕点 很难让人不往结婚的方向想啊 小姐最近心情很好 还有传言她正在节食减肥 只可能是为了这件事吧 那就是大喜事啊 不过 怎么了 完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小姐她和心上人终成眷属 我当然是由衷为她开心了 是吧 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但也不该太兴奋 如果只是我们误会了呢 毕竟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要是把派送请帖之类的工作交给我 那就一清二楚了 看起来 新知诚完全不像没事的样子 抱歉 最近睡得不太好 很惭愧 我也不想在工作的时候这么疲惫 这样很难说是为刊定奉行负责 为小姐负责 你是在担心他们的婚事吗 不能这么说吧 但总感觉是悬而未决的状态 我懂的 我懂的 悬在天上的石头落了地 我们才能踏踏实实为他们高兴 对吧 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太直接了 不太好吧 对啊 要是林华知道 那就肯定有这回事了 这 这样不好吧 还惊动射凤行 没关系啦 他和林华是很好的朋友 不用担心 这样啊 谢谢 太感谢了 只要知道了答案 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那我们一起去神礼巫夫吧 没事了吧 每次来都觉得这里典雅又气派 真的好漂亮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吧 就不为你们添麻烦了 凌华他不会介意了 就算我们跟进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还可能说错话 嘿嘿 还是算了吧 那也行 我们去去就回 就算不看棋盘 这一部竟然也能化解我的布局 真是厉害啊 嗯 接下来我该怎么走呢 灵华 托马 我们来了 是你们啊 好久不见 照神力小姐的话有些不巧 她刚好不在府中 哦 这个声音 托马 莫非是那位旅行者来了 是的 您好啊 旅行者 常听灵华提起你 今天总算是有人相见了 我乃神力家家主 现任摄奉行 神力灵人 二位好 家妹承蒙关照 终于有机会见面道谢 她今日有事独自外出 若是与神力家有关的事 可以和我商谈 呃 你好 严重了 此番灯门 略显唐突 礼数不中 还 还请 你怎么突然用起这种腔调了 因为她看上去很厉害嘛 感觉能列入我的惹不起排行榜 你看她一站起来 屋子里的气氛就变得没法随便说话了 哼 这位小客人过奖了 鸡尾不必客气 现在是私人场合 还请随性一些 太好了 刚才累死人了 那我就直接问啦 我们听说了一些传言 好像九条莲芝要和钟千里结婚了 你知道这回事吗 哦 没想到你们已经听说了 原来如此 嗯 确有其事 前不久我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两大奉行的主要家族联姻 对整个道妻来说都是大新闻 而射凤行向来负责把控道妻的仪礼与文化 此事也与我们有关 嗯 从某种意义上说 凤行的面子就等于将军大人的面子 不能不重视 哦 我明白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多好的事呀 是啊 虽然凤行间的重大联姻很是罕见 可那两位是两情相悦 传统也应该为自由让步 那么之后就由我去上门拜访 送去神里家的祝福好了 嗯 不必 这次我会亲自去 哎 您应该还有其他要事 九条家与钟家联姻 神里家里应拿出与之相符的重视 设奉行工作繁多 婚礼之类仪式通常交由家妹负责 但她近日另有事物在身 我又刚好有时间 寄此机会见见那两位新人 倒也不错 对了 你们愿意跟我同去吗 我猜你们与那两位有不一般的缘分 才会对这件事如此伤心 既然如此 为何不一起去送上祝福呢 还是说我猜错了 没有夸张到那个地步了 要说一不一般 我的回答是很一般 我们去送信 只是答应过人家要帮忙而已 哎 等等 难道是我们进阶促成了这桩婚事 好吧 太感谢了 有你们在 会面时一定能掠取很多无意义的寒暄 身为圣凤行 你居然会害怕寒暄吗 寒暄可是麻烦事 世上肯定有人喜欢麻烦 但不是我 托马 我和两位客人出门一趟 家里就交给你了 好的 家主大人慢走 别被淋湿了 要是你得了病 身体早早就垮掉了 那我找谁报仇去 你们终于 啊 是 是个凤行大人 这两位是 是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了 我来介绍一下 原来这件事是真的呀 真的 也好吧 也行吧 太好了 看来我们的感觉是对的 有我代为告知这一重大消息 确实有些不妥 还请两位在事件公开前严格保密 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我 我们绝对不会乱说的 嗯 那我就放心了 说起来我们想去九条家拜访 能麻烦您引渡吗 好的 这是我的荣幸 那我就先告辞了 要打起精神来呀 新之城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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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脚步 那各位请慢慢聊 我先告退了 嗯 辛苦你了 一平 社方行大人突然来访 恰好碰上家中繁忙 招待不周 还请您见谅 九条大人客气了 我此番前来 为的不是公务 只是近日耳闻您与钟小姐喜事在即 如此隆重的联姻 我神力家作为两家的世交 肯定要登门道声恭喜 您言重了 还希望这件事没有让您感到唐吐 嗨 我们也是来恭喜你的哦 因私家一事之后 天领奉献内部慢慢稳定了下来 作为家主代行 我至今还在努力适应 希望能妥善处理 肩上担负者的压力与期望 您谦虚了 民众对您的评价甚好 说您正值勤勉 认真负责 不敢当 这也要归功于我身边的人 对我的支持 这因形势逐渐安定 我才有机会考虑我个人的事 嘿嘿 这么快就把大事敲定了呢 别这样 说得我都有点惭愧了 啊 不好意思 那个 没关系 几位接着聊 我再听 今天谈的是喜事 轻松才好 不会有人板着脸讨论结婚的吧 也是 您说得对 说起来 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会觉得太出格了吗 当然不会 两情相悦的爱情 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挠 旁人或许会有各种看法 但您做出决定 应该是已经预想到 并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问题了 确实如此 那么请您自信起来 一个一直坚定的人 不因为准备妥当之事感到担忧 不过 我个人还有些小小的困惑 您请说 您确实努力整顿了天领奉行内部 这是好事 也是变化的开始 但另一方面 钟小姐的父亲钟慎戒仍在狱中 如果选在这个时候公布钟家与九条家联姻 坊间和刊定奉行内部 或许会传出不利于你们的留言 嗯 不愧是神理大人 关于这件事 我确实也苦恼了好一阵 钟慎戒先生坚决反对我和千里保持联系 以至于之前我们只能偷偷通过书信往来 眼下这个时机虽然看上去不太合适 但说不定也是成婚的唯一机会 啊 想起来了 那个老头看着笑咪咪的 却拼命给我们找麻烦 可讨厌了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但这么做 只是将问题推后而不是解决 您迟早还会面对的 您说的我都明白 可千里鼓起勇气向我提出成婚的事 我怎么能让她失望呢 算是吧 我收到了她的信 几经犹豫 我才以最郑重的心情找她商谈未来 说到这个呀 我上门求婚的时候 她还说她没写过这封信呢 她真是的 是吗 为了不让我发现 还装得有些困惑 真是费心了呀 那是她的表情 我现在都忘不掉 总之 身为男友 我当然是明白的 就顺着她的话说 信是我开的玩笑 然后借此机会 向她求婚 她还抱怨我耍了小伎俩 跟着满脸通红地答应了我 那天下午 我们把结婚该考虑的事 一起梳理了一遍 嗯 所以二位达成一致后 共同决定了婚期对吧 是啊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总算是彻底明确了彼此的决心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无论之后发生什么 我都一定会站在她身边 成为她愿意依靠的那个人 哦 好耀眼 我从刚才就想说了 沉浸在热恋中的人都是这样嘛 她一个人说个不停呢 啊 不好意思啊二位 还有神理大人 让你们见笑了 哪里哪里 您沉醉的模样 反而令我安心 能看到您有如此态度与决心 我再无忧虑了 玉仙在这里 祝您婚礼顺利 嗯 虽然你得意的样子有点烦人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 我们也祝您一切顺利 开开心心哦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事再审 先告辞了 啊 好的 我送您到门口 她好像挺忙的呢 要结婚的人应该都很忙吧 是那种开心的吗 是啊 九条莲芝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旅行者 你感觉如何 说是害羞 但中千里 不一定是这种类型吧 我也有点在意 可惜追根究底 往往没有结果 对啊 为什么呢 要是我们在冒险中遇到类似事情 肯定会想办法查查原因 嗯 原来冒险家的思维方式是这样 在我看来 无非两点 首先 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 我办事又要顾及立场 这件事不好查 另外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当事人对这件事并不在意 我们若是强行干预 到头来也许会好心办了坏事 确实 莲芝她完全不在意 世间万事总有关联 一个简单的结果 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叠加而成 如果事事都要追求一清二楚 那烦恼无穷无尽 而且没有效力 不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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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吧 不这样想 设奉行的工作 就永远忙不完了 一般而言我的观点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与其纠结成因 不如先着眼于事情本身 只要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利 没人因此受到蒙蔽或损害 那大可接受她的存在 目前来说无法定论 我们还不知道钟千里的想法 不是吗 倒是旅行者 能在短暂的会面中抓住重点 洞察力如此过人 你果然如家妹所说 细心又周全 但是千里她不是已经和莲芝谈清楚了吗 这只是九条莲芝的判断 一己之间 或许与事实有出入 我希望我们也能读懂钟千里的态度 呃 好像很对 但我不是很懂 没关系 本来就要去钟家送祝福 见她一面 听听她的想法吧 如果她的意志也像九条莲芝一样坚定 那她们才能同舟共计 否则 嗯 人生可不总是一帆风顺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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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仪式 应该还需要很多准备吧 是不是也该邀请一些 经常访问里导的山会主管呢 至少也得给他们送情帖吧 是您哪 设奉行大人 您大驾光临刊定奉行府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正巧 几位刚才聊到婚事 我这次前来拜访 也是想代表神领家送上祝福 钟千里小姐现在方便会面吗 小姐的话 她正在屋内会客 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您和您的随从先请进 我们会为您安排查些 我们不是随从 误会了 这两位是我的好友 你也太客气了啦 好有什么的 不劳各位了 我们先到附近逛逛 抱歉 希望没有耽误各位筹备大事 等钟千里小姐方便会客了 再通知我们吧 大人您太客气了 钟家的喜事 对我们这些一直辅佐钟家的家族来说 自然也是喜事 我们忙里忙外 也是希望这件事 能尽可能隆重和热闹一些 等时机差不多了 我们就会通知家中所有的人 还有普通百姓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嗯 是个好想法 我们不多叨扰了 大人慢走 说了好多 结果好像有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才不想花时间寒暄了 我们来的时机不巧 不过没关系 刚才路上我看见了一个摊位 去那边打发时间吧 那个老板总是会有新奇的想法 我是他的老主顾了 原来是枝树啊 啊 是你们 又见面了 你们每次都会带上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哦 这位摊主你们也认识吗 是的 之前在稻妻城 我们和将军大人在他这里喝过团子牛奶 原来这件事是你们促成的 团子牛奶的事我也有所耳闻 但竟然和你没有关系 平时经过他的摊位 我总会买上一杯创意饮品尝尝 味道总是很新奇 刚刚见到他居然在离岛摆摊 我就想过来坐坐 托你们的福 我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 愿意品尝我的创意料理的人越来越多 这也让我更有信心了 我会一直把创意料理这条路走下去 一方面我想让更多人尝到我的料理 另一方面我也想让顾客感受到发挥创意的乐趣 一番考虑之后我就推出了全新的饮品 有意思 这次又是什么呢 我打算把选择权完全交给顾客 我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 客人可以自由地将它们加到牛奶或茶里面 除去团子 我新增了年糕 紫薯球 黑糖 日落果肉等各种选项 这些都可以往牛奶里加吗 难以想象 但说不定也挺不错的 这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选吗 呃 这个 应该没问题 射凤行大人如果有新奇的想法 尽管告诉我 我立刻去买 我本来就想让客人自由发挥 那么客人自然不该受到我的限制 很好 我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锦瓜 海草 还有海灵芝 哈 你要把这些放进牛奶里吗 对啊 怎么了吗 能好喝吗 重要的是过程 味道是其次了 体验新鲜的事物多好啊 啊 旅行者呢 有想法吗 好 听起来不太靠谱啊 真的没关系吗 那我也配合你们药一杯好了 那就要三杯加了锦瓜的牛奶吧 好的 各位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准备 来吧 牛奶已经做好了 各位 快尝尝看 金瓜果然不适合生吃啊 嗯 我觉得还不错啊 有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感觉你的评价还不错嘛 虽然我觉得可以有够好的搭配 你很在意味道 那当然 吃好吃的喝好喝的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追求 说得真不错 如果我也能这么享受一切就好了 是啊 可惜人的精力有限 不那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都是修养心神的缓冲 自然不会太过计较 身边有妹妹带为出席各大公开场合 又有托马当家任官料理家事 真是省了好多力气 帮了我大忙啊 可是 现在我们不是单纯在打发时间吗 这时候要考虑什么吗 不能说没有呢 我们换个地方细说 离开钟家之前 我注意到一件事 不是 是一个细节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对婚礼的看法 就顺着问了 结果他们很自然地说 钟家的喜事就是他们的喜事 但事实正相反吧 什么意思 钟慎介先生还在牢狱之中 堪定凤行恐怕是三凤行中最不稳定的了 钟家如今的支柱是钟千里 而他选择外嫁 若我是辅佐钟家的家族 一定会感到前途灰暗 他们却全然不提 只觉得这是单纯的喜事 明明都是聪明人 不应该想不到这一侧 多半是他们不想在外人面前讨论家族内务 可那一番话 太经不起推敲了 盯紧一点 上 在 大人 从哪里猫出来的 这位是我最信任的钟莫藩成员之一 之前他一直暗中跟随保护我们 家主大人过奖了 替我盯好今天见到的那几个家族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哦对 差点忘了 刚刚我喝过的牛奶 再买一份带给托马 一定着办 托马也逃不掉嘛 神里大人 钟小姐的会面已经结束了 她正在庭院中等您 有劳你了 走吧 去见见钟千里 嗨 我们又见面了 千里 我听说有人和神里大人同行 没想到竟然是你们 许久不见 钟小姐近来可好 没想到会在家中见到 平日几乎碰不到面的神里大人 托您的福 我一切都好 神里大人公务繁忙 却还特意赶来祝贺我与莲芝的婚事 实在是太感谢了 您客气了 三凤行都在将军徽下办事 理应互相关照 我们方才拜会过九条大人 看得出她对这场婚事非常期待 也许是被她的喜悦所感染 我也高兴起来了 忠心祝福二位 婚姻幸福美满 谢谢 敬您其言 做出这一决定实属不易 对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猜这事影响不小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定会站在一起 共同迎接未来 千里你也不容易呢 老实说 直到现在我都还有点忐忑 但莲芝一直都在为我打气 她的承诺令我安心不少 忠小姐似乎顾虑领多啊 是的 需要考虑的事太多了 刚刚我见的 并非是什么重要客人 而是府中的一人之一 辛之诚 不会吧 居然是她 是的 她突然冲进来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她的话 非常直白 就是让我 不要和莲芝结婚 她平日都是个狠知分寸的人 气动起来的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但她的话语 听起来确实有理 她觉得现在并不是结婚的好时候 如果我家去九条家 相当于顶梁柱离开 中家就真的没有人能站出来说话了 对我个人的影响 也很不利 你们两家不是变成一家人了吗 不要紧的吧 就到妻的传统而言 家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结婚后 钟小姐就成为了九条家的人 到那时 堪定奉行内部对您的态度 恐怕会产生诸多变化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 我确实有些动摇 觉得自己是不是太顺势而为 一直在被周围的人推着走 实在抱歉 竟然让客人听我的牢骚 不要紧 摄凤行听听这些本事应当 既然知晓了您的顾虑 我当然也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说 祝您理清思绪 我们从九条大人那里听说 因为钟小姐寄出的一封信件 她才决定要马上和您成婚 但也听说您并没有写过这封信 九条大人觉得您是在害羞 哎呀 我是不是不该说出来 哎 那不是 不是莲芝的穷黑小把戏吗 还故意用精心设计出来的可爱花体字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原来是可爱的花体 您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信作为契机 二位并不一定会选择这个时间成婚 您这么说 确实是 难道那封信不是我以为的那样 按九条大人的说法 那封信是出自您之手 哎 怎么回事 难道 不过您二位能互相信任当然是好事 这么一看 信的来历也不那么重要了 毕竟害羞的或许是九条大人 他也没有必要 向我们承认自己的求婚小把戏啊 我明白了 如您所说 信的事确实不那么重要 但立场就不一样了 本来我和莲智觉得 只要我们能携手同行 那么其他的事都不用在意 但现在我 我认为 有必要再仔细想想 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不能让自己后悔 尽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也是设奉行职责所在 这些话 我都是站在您和钟家的立场说的 请您不要因为行事所迫 做出不服心意的判断 与心爱的人走到一起 是一件不容玷污的喜事 我衷心希望二位 能迎来不寒阴霾的幸福 您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赶快在心 太感谢您了 顺旅大人 我会记住您的建议 慎重考虑 顺从心意便好 既然钟小姐还需时间思考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啊 我送各位 不用客气 钟小姐还请留步 旅行者 我们去个方便的地方 交换一下信息 cios 钟迁里的状态 和九条莲之差别好大 直生 钟迁里的状态 令人 你没有办法给他更具体的建议吗 比如说直接告诉他怎么做 你肯定想到了吧 能说的我都已经直说了 射凤行立场如此 过分介入其他凤行的家事 恐怕会引起问题 而且此事越是深入越是古怪 只是中千里还没有看清 我们必须先一步警觉起来 古怪 哪里古怪 有人盼望中千里尽快结婚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 是刊定凤行内部的人 引起两人误会的信 应该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请二位想想看 连一个普通的艺人 都会担心中千里的处境 辅佐忠家的人却无动于衷 当某些人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时 要从行为判断他们的真心 相当聪明的做法 比天令凤行的英思家高明太多了 伪造的信件 如果没生效 他们也不怕被追责 大可说是某个家族成员 自作主张 只是想成人之美 若是像现在这样生效了 表面上只是促成一件喜事 甚至不需要某个具体的家族站出来 就已经能达成架空中家的目的 等中千里架到旧条家 中家家主又深陷淋雨 刊定凤行内部不服中家的声音 就会不断冒出 最终由某家去而代之 证据吗 就是新之城 新之城 他应该回来了 是的 大人 第二次了 我忍你很久了 他们是不是把一个 勘定凤行的卫兵带走了 是的 猎人名为新之城 果然 对这些人来说 中家最虚弱的时刻 是他们不容错过的机会 本来中千里已经被九条连制说服 结婚一时应该板上钉钉呢 但和新之城会面后 中千里变得犹豫不决 在他们眼中 无非是这名护卫坏了他们的计划 但为什么怀疑的不是我们 刚才有人全程偷听我们的谈话 我的所作所为都很克制 这样啊 幸好 幸好没说什么多余的话 那你提醒的事情 千里应该是听懂了吧 应该是 不过谋划这件事的人 不会允许计划就此停止 中千里本人的意志 在他们看来 早就无所谓了 他的立场非常被动 数人摆布 被当作棋子 连婚姻 都沦为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 他还一度认为前方等待她的是幸福 等真正嫁入九条家 他会彻底失去中家千金的头衔 失去在堪定奉行之中的身份 并彻底失去了 能在外独立的自我 结婚是个陷阱 恐怕不会太简单 他们藏在暗处 自如地操纵棋子 这也是我说的高明之处 而我们在明处 如果我们想阻止这件喜事 就势必会成为坏人 遭到舆论围攻 那该怎么办 如今他们若想继续控制事态 就必须走到台前 露出獠牙 我会等待那一刻到来 在那之前 先把星之城救下来 他没做错任何事 不应该承受严酷的惩罚 告诉我星之城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就动身 空中行动 事业更棒 你们在干什么 放了星之城 马上停止你们的暴行 居然是射凤行大人 我们只听命于老爷 也只为老爷负责 是吗 那就恕我失礼了 聚收兵器 谁在那里 剑影 把他打下 可恶 我们走 得马上告诉老爷 不准跑 可恶 我们走 得马上告诉老爷 有尔才有鱼 随他们去吧 刚才战斗中 他们似乎把钥匙 掉在了地上 我们先把星之城救出来吧 不过战斗中一片混乱 是被踢到哪里去了呢 是狸猫 不会被狸猫拿走了吧 吹上去看看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来了 快救救我吧 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为止的发展也与我想的相差不多 想出这个计划的人不愿就此放弃 他们马上就会展开进一步行动 我们也要找到对策 摄凤行大人要亲自参与进来吗 哼 这件事影响到三大凤行 事关整个到期的稳定 我的中立态度到此为止了 将军大人向来厌恶无聊的全谋游戏 我作为将军麾下的凤行 有义务为他解决所事 也 也有道理 新智诚 你暂时不要回去 找个地方躲起来 旅行者 派蒙 我们也离开这里 哦 这不是摄凤行大人吧 听说您无缘无故来到这个地方 还打伤了我的人 该不会您正在秘密地 进行什么行动吧 恰好听说有人滥用私刑 我身为负有责任心的到期官员 不愿做事不礼罢了 就算新智诚是您的家臣 律法也没有赋予您 随意处置他的权利 哼 私刑 这怎么能算私刑 这只是管教而已 一个小卒 莫名其妙冲到小姐面前 张嘴就是一大堆 自以为是有失礼的话 成何体统 小姐她呀 可是被吓得不轻呢 按您的意思 是全然不知道背后的缘由了 否则又怎么会说这件事 莫名其妙呢 两家联姻员是喜事 偏偏被自作聪明的小卒 想得那么复杂 这般无中生有 不是莫名其妙 又是什么 钟小姐嫁去了九条家 也依然是钟家的大小姐 是堪定奉行最为尊贵的人 我们当然会忠心耿耿地 侍奉她左右 为她扫清后顾之忧 尽忠职守 本就是我们的原则 那小卒非但没有这般觉悟 反而挑拨小姐 是何用心 姑且算她是一腔热血好了 可高贵如您 不该有跟那小卒一样的想法呀 可恶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好叫人生气 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些事 自我出任射凤行以来 每天都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东西 外国的商贩告诉我 有一种鸟 舌头特别的长 能扯到嘴巴外面打上两个结 您也是有见识的人 要不要猜猜这么珍奇的鸟类 一般会拿来做什么 这 这 当成观赏用的宠物 说来有趣 这种鸟啊 既不能当成宠物 也没有任何用处 哪怕抓到了 也只能剪掉它的舌头扔出窗外 因为大家都说 舌头这么长 又爱抢词夺理 叫得渣渣响 实际上嘛 却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您 是这奉行大人 您来这里 就是为了对我们 堪定奉行冷嘲热讽吗 怎么会呢 在我心中 堪定奉行的各位 向来是刚正不阿 刻尽职守的良善之人 这样的人本不该像您这样 故弄玄虚 避重就轻 只为找一个理由 把钟小姐拉下 刊定奉行之位 舌奉行大人 说话要讲证据 证据不就在你和我的眼前吗 比如那位有力的人正 您见他说到了重点 可是急着要消灭他呢 哎呀 堂堂松普家也算名门大户了 没想到论起忠心 竟连一位普通艺人都比不上 读了书做了官 到头来也只是耍些不上台面的小把戏 该说您是聪明还是愚昧呢 您为将军办事 非但没能学到周围人一星半点的优秀 反倒被几分利益蒙蔽了双眼 自毁虔诚 我并不生气宋普大人 不是在替您难过 是吗 那聪明的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充其量是堪定奉行的家事 我们内部自有处理的方式 您的手伸得这么长 连别人的家事也要管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擅自揣夺一番大人您的用心呢 您只是不希望堪定奉行与天灵奉行站到一起 三方关系失去平衡 以至于威胁了射奉行的地位 再找了个光鲜的理由 来拆散我们两家联姻吧 原来在您看来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 您对三方利益的关注 实在是强过我太多太多了 实话告诉您吧 这个婚现在是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现在公告已经贴出去了 消息飞满了整座到期城 市民本不知道九条连制和中千里的恋情 现在肯定到处都在讨论 自从消息公布的那一刻起 就算这件事还没成真 它也必须成真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还是错了 您也知道啊 我原本觉得您再怎么说也比普通人聪明些 现在看来却是大错特错 神力凌人 你 你居然 您这步棋已经下完 应该轮到我了吧 什么意思 难道您真心认为结婚这件事 是让堪定凤行和天灵凤行站在一起吗 有没有可能被孤立的 反而是堪定凤行呢 和您聊天很长见识 我的话也说完了 就先告辞了 喂 喂 我完全没搞懂 他们有他们的算计 幸好我事先也有所准备 如我所言 他们果然走到了台前 先回到西城看看现状 然后我把计划详细地告诉你们 你看 堪定凤行钟家的大小姐 还有天灵凤行九条家的二少爷 这两个人要结婚了 没有比这更门当户对的情况了吧 我也觉得 只是这消息来得有点突然 之前一直没听说呢 祝福他们吧 能迈出这一步 我想也很不容易 看起来 这个婚事一定要结了 现在下定了 未免操之过急 既然对方想让两位先人骑虎难下 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不过前提是 能得到九条灵质的帮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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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 走 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如果我们假设 演授另一事后 天灵凤行早就想对势力薄弱的刊定凤行下手 您接任天灵凤行之后迟迟没有动作 不过是顾虑钟小姐的感受 对您来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射凤行的支持下 尽快办妥婚事迎娶钟小姐 那样一来 身为天灵凤行掌权者的您 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原来如此 的确合乎形势也很巧妙 没错 我们的目的是改变钟小姐的立场 让她从尽快送走的累赘 变成不可或缺的保护伞 如此举措 还能稳固钟小姐在刊定凤行府中的地位 一旦那些人意识到整件事背后的关系网 就会全力阻止这场婚姻 至于那些他们亲手制造的麻烦 就请他们自己去摆平吧 我明白了 呃 关系我 好肉啊 听不懂 你还是直接点名 我和他需要做什么吧 我们需要保证背后的故事 能顺利地传入刊定凤行那帮人耳中 跟我聊过天的那位松谱大人 等他缓过神来 应该已经开始胡思乱想 提防各种危机了吧 那么他一定会在到期城内 布设许多眼线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些眼线成为假情报 前资案长的温床 决调大人 有些具体的工作需要您去完成 时候差不多了 我的忍者已经定位到 其中一名眼线 各位 一起去看看他会不会中计吧 那个人就是松谱家的眼线了 我们跟在他的身后 小心不要被发现 你看到了吗 刚刚九条连制大人 带了好多人经过这里 是不是和之前宣布的婚事有关系啊 有可能 但如果是婚事 他的脸色不至于那么着急和严肃吧 而且啊 他还和手下布置了好多事 是不是隆重过头了 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说不许是 就不许是 说不许是 你不许是 重要的 你不许是 这 你不许是 有好多天岭凤行的人去了离岛 应该是为了两家结婚的事 前前后后加起来 已经有一百人了吧 这可笑不出来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希望只是九条莲芝大人 过于担心了 消息是散开了 但老爷的担心 说不定也成真了 单纯的迎亲 肯定用不着这么多人 不行 得去看看情况 那个人跑掉了 正如预料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 哇 怎么有这么多天岭凤行的人 请问各位 这条路上是发生什么了吗 我是做生意的商人 这条路被重兵把守 我有点怕 不用担心 相信你也听说了 九条莲芝大人和钟千里小姐将于近日成婚 九条大人的想法是 将钟小姐提前接到稻妻城来住 这 这样啊 我们这里的人都会为钟小姐开路 不只是我们 你往前走会遇到更多天岭凤行众 我们的职责都相同 这会不会太隆重了 这样才显得九条大人很重视钟小姐 她希望从始至终都维持最高的规格 我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糟了 糟了 和老爷的猜想完全一样 这些人说是在路上护卫 要是老爷不打算让钟小姐离开 这些人迟早会冲进里岛 不对 钟小姐离开 这帮人更有理由冲进来了 跟天岭凤行作对 现在老爷怎么又胜算啊 马上回去 得马上告诉老爷才行 她跑掉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种子已经种下 如今的氛围 此起彼伏的猜忌 都会成为滋养恐惧的养分 之后就静待她的成长与发酵吧 最令人不安的 永远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们真的会乖乖知错吗 好奇的话 两天之后你们去里岛看看钟家的情况 我还有许多事物要处理 就先不为这件事费神了 何况 该部的棋子已经落下 他们迟早会缴邪投降 也不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了 那么各位 再会吧 我由衷希望钟千里能因此受益 他就这么走了 事情真的就会像他预料的那样发展吗 嗯 我也有同感 那两天之后 我们去里岛看看吧 干什么 滚 过来 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呢 喂 你小声一点 没听到怎么办 哦 不好意思 哎 怎么搞成这样嘛 您好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前两天就过来了 想要将钟小姐截去到期城 九条连之大人的命令非常强硬 我们也坚决执行 可每每上门 钟家总是会找新的借口拖延这件事 命令还没达成 我们索性留在离岛 直到钟小姐愿意跟我们走为止 实在抱歉 这也并非我等之愿 我们保证 不会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但也希望钟家的大人们 能更配合一些 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我也不知道九条大人 会不会有更强硬的命令 老爷他们打算扛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 这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这几天老爷的脾气特别怪 一点小事就会发很大的祸 还疑神疑鬼的 我总是被骂 我理解他现在很焦虑 但 他怎么办嘛 我曾近年千万别和摄奉行大人作对 那个人 是啊 他从来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 接下来 要是钟小姐真的被接走 天陵奉行会做什么 摄奉行又会做什么 要不然 让老爷去和钟小姐商量一下吧 离岛的各种声音 都指向了钟千里 现在看订奉行李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很重要了 但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去看看吧 是旅行者 外面发生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急别急 我们给你说明 事情是这样 天陵奉行的人来了之后 他们突然变得很害怕 总是在秘密商量什么 又不许我跟天陵奉行众直接接触 没想到是这样 原来都是神里大人的计划 这样就能解释他们的奇怪态度了 很抱歉 我还是没能想通 或许这件事本就没有答案 我要是没有选择权 倒也不会这么困扰了吧 我曾自暴自弃的如此想过 可当我看到毫无预兆的公告 结婚之事已成定局 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心 反倒是感觉到了 心中的巨大缺寒 就像神里大人所说 前方等待我的 真是所谓的幸福吗 现在 我也能简单地接受这个想法 因为有人想利用我的婚姻 所以我必须果断拒绝 可这并不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而且 眼下这些事要怎么收场 也是个大问题 啊 钟小姐 您在这里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您不见了 你 你们是 那时跟着射凤刑大人的人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 难道你们想带走钟小姐 冷静一点 他们只是我的朋友来看望我的 朋友 真的 只是朋友 钟小姐 先前我就跟您说过 现阶段情况特殊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要多一分地方 您对我们非常重要 您对整个刊定奉行都非常重要 谁知道他们 不是带着其他目的而来呢 你干脆直接说我们是来抢人的吧 不要这么无礼 你最近真的过于紧张 看什么都觉得是危险 我 哎 听我一言吧 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现在他的到来 可能是你们绝无仅有的机会 李岛的乱象 证明你们没有能力管控局势 再僵持下去 只会徒增损失 这不是命令 你们只需给我一个说法 然后为了这个说法 担负起所有责任 我知道了 容小姐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很威风啊千里 说得漂亮 其实我特别紧张 只是想到现在形势如此 我不如试一试 结果真的作笑了 嗯 我们等等吧 希望他们能有一个 让我们满意的答复 我们郑重商议了一番 也反省了这次的错误 说实话 谁都担不起眼下的责任 人人担惊受怕 再这样下去 大家迟早都会发疯 哎 实在抱歉 我太过激进 又别有所图 为着私心 没能顾全大局 放任事态恶化至此 您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 一个机会呢 看在小姐的份上 也请您给刊定奉行 一个机会 也是 能说动天灵奉行 改变心意的人 也只有射凤行神力达人了 我们稍后就动身 前往神力巫夫 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来寻求他的帮助 钟小姐 能请您跟我们一同走一趟吗 眼下您是最最重要的人 我们也只能这么办了 对了 您和射凤行大人是好友对吧 待会儿还请务必帮着美颜进去 射凤行大人 相信您已经知道了 眼下离岛全是天灵奉行的人 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接走钟小姐 之前种种实在是多有冒犯 虽然这么说无比可笑 但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抱歉啊 松普大人 我公务繁忙 稍后另有安排 恐怕没时间陪您寒暄了 有事的话请您直白一点 我知道我们的歉意不值一提 但眼下除了道歉 我们别无大法 实在对不起 凡是堪定奉行的人 从上到下都已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钟小姐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 我们保证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所以能否请射凤行大人出面 再和九条大人商议一下呢 您说的可真容易呢 现在撤回告示就是出尔反尔 只会让稻妻百姓看三凤行的笑话 关于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 扫三凤行的面子 无异于令将军大人蒙羞 雷霆万军的怒意 您和您的同党担得起吗 这个 我们会承担全部责任 发布新的公告 召开说明会 让百姓都知道 这些都是源于一场误会 尽量把影响降到最小 尽量 松浦大人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过确实如您所说 眼下无论我与九条大人的心情如何 三凤行都要以到期大局为重 放任事态扩大 离岛的形势或许会变得无法控制 钟小姐和岛上的百姓是无辜的 这件事影响预大 若不及时遏制 也会引发流言蜚语 寄而损害三凤行的声誉 您养之鸟试试便知道了 舌头凌厉的鸟雀 可能婉转提名令人愉快 也可能积极喳喳 扰人心神 更何况那些舌头过长 连宠物都当不成的东西 捡它们的舌头一瞬间就够了 是 是的 您的来意我都明白 我会找九条大人谈谈 但不能担保他会回心转意 我明白 摄凤行大人肯帮忙就行 嗯 那么您也请回吧 勘定凤行手上 一定还有许多烂摊子等着收拾 对吧 好 那我就此告退 再次感谢摄凤行大人 对了 容小姐 我还有些话想和您说 请借一步吧 啊 好 好的 刚刚的审理大人却好像变了个人 我都不敢呼吸了 这样嚣张的家臣确实需要一些严厉的训诫 我身为凤行 背负着将军大人的信任 自当如此 但抛弃这层身份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特别想为您分享一段故事 嗯 审理大人请讲 您应该听说过 审理家曾有过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 为弥补审理家很久之前犯下的错误 重振家族名望 我的父亲艰苦工作 过分辛劳以至于早衰 而深爱父亲的母亲也在不久后离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摄凤行遭到巨大冲击 内部暗流涌动 每个人都觉得审理家失了事 我和我的妹妹 不过都是碍事的累赘 如今听来或许有些荒唐 但这确实是当年射凤行遭遇的真实情况 和现在的堪定凤行有点像吗 历史的我只能接受现状 一边寻找强大的依靠 一边忍受诸多污蔑与判剥 我别无选择 我背负着父母临终的嘱托 还要保护好年幼的妹妹 我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无所谓 但唯有家族 无所珍视的家族 不可遭人见他 俗信我尽我所能坚持了下来 没让神理家就此陌路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的迷茫与彷徨 源于何处 行之诚曾对我说 他比谁都清楚我的闪耀之处 所以才无法容忍我逆来顺手 成为他人的附庸 我内心深处的不安 我原以为是对婚姻的迷茫 实际上是我还太弱小 担心自己无法掌控现在的局面 九条大人之所以能坦率地面对这场婚姻 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是啊 我现在的处境和那时的他 其实是一样的 他勇敢地朝将军大人举起了武器 而我现在 也应该像那时的他一样 成为完整的自己 如果您真正成长起来 相信您的父亲也会放手 让您决定您自己的人生 说来残酷 但这些 都是您追求幸福的前提 嗯 我一定要做到 我会以这次的事为契机 接过忠家一直以来的责任 等一切稳定下来 再考虑成婚之事 那样联志承受的压力会更小 我也会拥有保护自己 支撑自己的力量 不必担心我和我的家族 成为任何人的附庸或累赘 我对二位的祝福之情 从来都是发自真心 待到你们成婚那时 我会再一次送上最真诚的祝词 啊 感谢神理大人 没想到您愿意对我说这么多 那我告辞了 接下来 家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钟小姐慢走 相信现在的您回到家中 无论说什么 他们都会尊重您的 嗯 这点我已经体会到了 再次感谢您 我感觉他也有那种气场 你也很厉害 大家都觉得没办法了 你还能想到这么巧妙的处理方式 棋局之中 反将一手是很常见的破局战术 这次的对手并不难产 有想法却没有远见 做事也不够周全 如此结果 正在我意料之中 就算这样 是我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这种办法吧 不过 看到钟千里打算重振钟家 总算有种彻底安心的感觉 是啊 到期稳定对我也是一时 会自己减少麻烦 何乐而不为呢 怎么说我也是射凤行啊 也许对刚刚那位松普大人而言 权力是他必胜追求 但对我来说 到期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到期稳定 射凤行才会稳定 神里家或其他处在射凤行之中的家族 才能拥有相对安稳的生活 但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这样的乱世不是第一件 也不会是最后一件 我所做的事 不过是让三方互相制约 稳定 并非只有完全禁止这一种心态 进退不得 亦是稳定 另一个好处是 现在谁都知道钟小姐的重要地位了 嗯 我也算是卖了他一个大人情 跟钟家打交道 当然比结交一个陌生的新家族方便多了 只是一场婚事 居然考虑了这么多 五位 该不会你从一开始就想阻止这场婚事吧 我的判断是不合时宜 但对钟千里说的那些话 绝无半点虚言 有关立场的事 一旦选择了放弃 未来就只能继续妥协 我不想看见他在意识到这种困境之前 就坠入深渊之中 且看他的成长吧 好吧 就只能等等看了 嗯 非常感谢二位 再见了 下次等家没空闲 有我做东 邀请你们来做客吧 看来事情是解决了 完美无趣 一切都做得很漂亮 唯一的遗憾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一杯味道奇怪的牛奶 嗯 不喜欢吗 我记得你明明很喜欢吃各种口味新奇的东西啊 啊 家主您啊 旅行者也喝了一杯都 他给您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吧 这次的事旅行者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不是他和他身边的那位伙伴随我同行 那两家人一定会对我更加戒备 想轻易接触到事件的核心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愧是家主大人 一直在谈论别人 却漂亮地处理好了自己的事 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哦对了 正巧有空 我们还是把几日前没结束的棋局下完吧 一次一次 完美 一次 嗯 看来 没有 用原仇 给 要